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看到李孟文与李莎、王一博 你早已成为了别人关键时候的力量 女族在亚洲被夺冠了 整个中国都为之沸腾了 了不起的女族姑娘们真的是所有国人的榜样 但是,这群姑娘离开了赛场上 也都是一群热爱生活 喜爱新潮的年轻人 还有不少的追星族 李孟文在2月7日凌晨就在王一博的抄话里发帖 表示哇哦,有点厉害了,我都没发现 果然是个好日子的805 并且配上了解释这句自己没发现的事情 那就是李孟文在王一博抄话已经有12集了 从2019年9月17日开始 李孟文的社交平台上就出现了王一博的身影 看到王一博的写真集 会写到他能带给我力量 会在王一博20年过生日时 送上自己的祝福 会在自己抄话签道到520天时 打卡纪念一下 会在用王一博五感中找到自己的价值来给自己打气 会在比赛前发王一博的照片来鼓励自己 会在21年王一博生日时 送出希望他做个小孩的祝福 其实王一博的粉丝与李孟文早已相识 相识在2019年 相识将近1000多天 而王一博也是在中午时分 送上了给到李孟文的回复 运动女孩太酷了 面对着这个自己的特殊粉丝 王一博没有将他放到粉丝的位子上 而是奥运冠军 李孟文的一句话 感谢你 还有你的粉丝给我带来超多正能量与支持 也令粉丝们破防了 也许训练很苦 但是有王一博作为支撑着自己在漫长的训练中的精神支柱 那也会很有盼头吧 超话等级12 如同一个普通追星女孩一样 迁道 送祝福 这是李孟文 一个刚刚在女足亚洲杯夺冠的铿锵玫瑰 所给我们展示的被王一博支撑起来的力量 入行多年 却才火了不到三年的王一博 谦逊又酷拽 在他的心中 自己仍旧是新人 所以 对于有人能将自己作为关键时候的力量 他是表达过震惊的 当初疫情刚刚蔓延时 很多医护人员都前往武汉 那是一场生死未知的拼搏 他们也是个孩子 当李莎护士站在王一博面前 给他看自己在抗议过程中写给王一博的信 一张张的图 那防护符上即使没有李莎的名字 却一定有一博二字时 他沉默良久 说下没有想到 我竟然会成为别人关键时候的力量 其实 在很多时候 王一博 你早已成为了别人关键时候的力量 追星的意义在于什么 内心有所寄托 情怀得以施展 思想得以慰藉 而王一博就是能令粉丝寄托情感的对象 都说始于颜值 静于才华 何于性格 久于善良 忠于人品 对于王一博 很多人是发自内心的喜爱 开始是他帅 后来是他的各种舞台 作品 然后是他的不媚粉 接着是他内心柔软的善良 最终 是他的人品 爱他的颜值 才华 性格 善良 人品 怎么会不在关键时刻 把他放在心上 以他作为支撑自己坚持的动力呢 想想王一博 若他在面临自己的处境时 会如何 放弃还是坚持 他绝不放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